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时间被存放 难免会受着自身细菌 这样的衣服长时间放在家中 会给家庭带来慧运 还是要尽快处理掉为好 破旧或退流行 退色眼中的衣服 可是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与云是低落的 再加上衣服是贴身之物 会带有原主人的气息 如果将别人的衣服带回家 已造成家庭气场的紊乱 使得霉运连连 摆放破鱼缸 虽然鱼缸这种物品摆放在家里对风水非常好 但是也最好就是注意一下 如果把破鱼缸摆放到了自己家里的话 就会对风水产生负灭的影响的 因为破鱼缸本身对风水具有很强的破坏效果 这样一来 自然也就很会容易导致破财了 摆放破镜 在家里摆放破镜的话 很多时候不仅会导致家人关系破裂 对于家人的运势来说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因为 有你来说 摆放家里的风水气息就会变大 不太稳定 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会导致风水不好 尤其是财运 会很容易破财 破碗舍不得丢 我们生活 收入 职位也经常成为饭碗 因此 有人说饭碗丢了 言外之意及失业了 查阅一些风水民俗学的书籍时 经常看见这方面的民俗记忆 如果我们家中的饭碗与有缺口裂纹 还没有丢弃 这是一种破财的象征 此外 丙间还有一种说法 周月的初一 十五 打破或碰碎碗饭 或碰碎饭碗 要赶快丢掉 不然整一年下来 都是破财遇到霉运 破裂的炉具或者饭锅 有些人对于炉具或者是饭不过坏掉 就是懒得丢 但是在风水上来说 这样会害你永远不能翻身 财神也不会找上你 因为这些东西属于你吃饭用的工具之一 同样是与自身命运相挂钩的 只有将它处理掉 斩断关联 才不会受到这些东西的负面的影响 收藏头发 另外有的人会将自己的头发收藏起来 也有一些人会选择将已故亲人的毛发收藏起来 这些毛发都是有原主人的气息的 如果将这些东西放在家中 就不利于加剧风水了 而且会让家中的风水变得紊乱 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运势 甚至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 如果我们家中有毛发的话 那么最好是可以丢掉 收藏古域 最后一些喜欢收藏的人基本上都是喜欢古域的 都说玉能养人 所以说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古域的 这些古域都是从古墓中出来的 而且越好的古域在古墓中待的时间就越长 所以玉上面已经占了很严重的阴气 玉石是有灵性的 如果我们将这类东西放在家中的话 那么梅运就会时刻伴随着我们 所以古域并不适合佩戴 很容易给自己戴着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古域的佩戴都有哪些禁忌 有血倾的古域最好不要戴 因为玉是有灵性的 可能会附着某些姻缘机会 有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往身上戴 可能会做噩梦或一病不起 所以一定要慎重了解古域的来历 古域是不需要开光的 如果戴久了的话 千万不要让别人乱摸 也不要随便取价 因为古域是认主人的 买玉和待玉都是要讲缘分的 尤其是古域 如果遇到有缘的有 如果遇到有缘的玉会养人 而无缘的则会带来各准不顺 所以如果戴上古域之后 是非不断 那么大佬还是建议不要再戴了 佩戴的古域如果无故碎了 要用红布或红纸包好并埋起来 之后最好再请一块玉 因为玉碎了 很可能是为你挡了一次灾难 如果从文化和收藏的角度来说 古域的价值自然要比新域大得多 但是如果从玉石的鉴定 造型和佩戴角度看 大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新域 玉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里面汇集了很多诸如德 义美福等优秀历史文化中的精髓 所以我们要真知其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建立满足您的需求